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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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救難人員趕到現場救援 因為這群年輕人 想要趁著微解封之際 來個水中探險 卻不幸受困 礁石中 這裡是金門北海岸 9號晚上7點多 一群年輕人受困在這 好險還有唯一一支手機 可以打電話 報警求救 碰我 碰我 金門寺男兩女相約海邊 但是卻剛好碰到海水大潮 又不熟悉水性的他們 進退兩難 费尽一番功夫 好不容易把人陆续接上岸 或就是这些年轻人 都没有戴上口罩 劫后余生 但是因为还在防疫期间 每个人可能面临 三千到一万五千元的罚单 六个人恐怕最高 可以开罚到九万元 因为正值涨潮期间 现场险象还生 在岸边又不满了 鬼条材以及渔网 本区同仁很小心地 将船艇下艇之后 迅速地到达他们受困地边 晚上视线不加 让救援难度大大增加 警销人员还一度无法 让船艇靠近救援 就怕一个不小心 会酿成更严重的意外 幸好最后他们都顺利获救上岸 三立新闻业绩好 罗佩宇金门采访报报 另外新北三重警方真的很厉害 竟然靠一通三秒钟的求救电话 就能够定位出被害人的位置 救出被掳人的当事人 运队员捡来是凶凶 一群人被压在地上 动也不敢动 动动的是什么 摸起来是一把枪 蹲下 不知道 这什么东西 枪啊 谁的 是我的 其中这名男子本来还在耍嘴皮子 一看情势不对 马上改口 人都顾好 都把他压着 早都怪在他们身上 把他们压着 他做我的 这群男子工人在北市街头 持枪赌人还囚禁灵乐 跨去到三重惨踢铁板 原来灵性被害人日前投资比特币 惨赔两百八十万 他觉得被涉局拒绝还钱还躲债 七号在万华炉走 他假装说要去三重跟朋友接钱 趁机打110说我被绑架快来救我 三重警方拦下两车五人 运行发现大家神情好像都怪怪的 当机立乱拨了电话 那我们所长也很激紧 立即回拨这个报案电话 没想到其中议员的电话就响起来 而且发现他头上见有流血痕迹 到我旁边去做询问的时候 他才向警方求救 说他就是报案了 说他已经被压走三天 一通三秒电话 呈救命关键 伊林和新北警合作无间 短短不到十分钟 火速定位蓝车逮捕成功救人 三立希望黄大房 真如新北报道